别看灰太郎平时在外面一副威武霸气的模样,他在剧中的待遇可不怎么好,在他的这一生中,更是先后下跪过两次,并且这两次都是为了他的家人,第一次是为了妻子红太郎,在羊羊快乐的一年中,因为灰太郎常年抓不到小羊,七大恶狼对灰太郎一直站着狼王宝座感到非常不满,甚至还想让他退位,重新推选一个狼王。 虽然有红太郎在暗中替灰太郎筹谋,替灰太郎争取到了一场关于狼王之位的比赛,对于红太郎替自己撑腰的行为,灰太郎非常感动,但红太郎却很忧伤,到底灰太郎什么时候才不要他操心呢? 再经过一番激烈的比赛,最终还是灰太郎显身一筹,虽然叶太郎败给了灰太郎,但叶太郎并没有放弃,又以灰太郎怕老婆为由,准备推翻灰太郎这个狼王。 于是灰太郎夫妇又开始演戏,让灰太郎在七大恶狼面前地耍进了威风,可叶太郎并没有私心,依旧在各种找证据,甚至还要求红太郎出去抓羊。 灰太郎因为心疼老婆,为了让老婆不受伤,他趁着夜色溜到了羊村闷口,并且跪在地上求小羊们不要伤害红太郎。 灰太郎将事情的缘由告诉了小羊,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,灰太郎还喝下了毒药,但实际上这个毒药只是喜羊羊给他的考验而已。 第二次是为了儿子小灰灰,在给快乐加油中,小灰灰非常喜欢野猪和河马的玩具,结果他们却嘲笑小灰灰买不起,面对他们的冷嘲热讽。 灰太郎也不想让小灰灰伤心,于是答应满足小灰灰的一个的愿望。 小灰灰的愿望非常简单,就是在自己生日那天,让小羊们来狼宝做客。 为了不让小灰灰失望,灰太郎想尽了各种办法,向小羊们提出自己的要求,但小羊们并不相信。 甚至野猪和河马还故意到狼宝嘲笑小灰灰,于是灰太郎主动走到陷阱,用铁链将自己和炸弹绑在一起,贵求小羊来自己家做客。 好了,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陶子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